日前 美军一架行政专机秘密抵台 当时台媒就爆出飞机上在的是 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斯蒂德曼 据传 美方对于美军高层的身份 第一时间被曝光相当不满 明明此前台美双方有保密的默契 这一消息为何在第一时间就泄露出去 两岸时事评论员于强将民亲带来全面解读 稚嫩纯真的大陆童书等爸爸回家 被民进党指责为美化大陆疫情的大外宣 或设对台统战 台文化部门下令即刻起不得发行 民进党政治人物为何敏感成这样 这是否如国民党人士所称的现代版焚书坑儒 台湾查禁书刊多年来闻所未闻 但如今民进党当局观中天新闻台近大陆童书 长此以往将对台湾造成怎样的伤害 两岸时事评论员于强江明钦为您带来深入观察 3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批评某些国家排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实 并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指南 古特雷斯再次呼吁全球团结抗击新冠疫情 此次会议对于全球抗疫有怎样的意义 中国在全球抗疫行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由独家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客主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不用酒 扶毛较酒赞助播出 据台湾媒体4号报道 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 当地时间2号 针对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内容达成共识 根据3号公布的詹要 法案提到 据报道 美国联邦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委员 当地时间2号 针对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草案 达成两院共识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共和党团 3号分别公布23页与3页的 法案草案摘要 报道称 军事委员会共和党团的摘要称 国防授权法支持美国协助台湾 发展具备必要 随时可用的现代化防务能力 以确保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报道提及 法案还需经过参众两院 重新各自表决通过后 才会送交白宫 交由特朗普签署生效 针对此事 有台湾网民表示 看来是要卖更多武器了 义无意只剩4个月 根本没用 致愿意没啥人想当 谁来操作武器 此外 因应新冠疫情 该法案草案第1260条 针对所谓美台医疗安全合作 要求国防部长在征询卫生部长后 与法案生效180天内 向参众两院军委会递交报告 说明与台湾防务部门 发展所谓医疗安全伙伴关系的可行性 我们对于这份报告里面 涉及到台湾部分的有我的建议 我们表示肯定跟感谢 另外 为与美唱赫 台外市部门3号举行 所谓台美教育倡议启动仪式 台外市部门主管吴钊谢声称 双方将持续加强教育机构之间的交流 进一步提升所谓台美合作伙伴关系 台湾作为美国可信赖的伙伴 在此时强化台美间的双语交易合作 格外有意义 会有更多美国人可以来台湾教书和学习 对于台湾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往来和联系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个立场是大家非常清楚的 民进党当局与美勾连 以武谋独的行径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与美勾连冒险举动 不要在台独的绝路上越走越远 不要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 我们再来关注 上个月22号的时候 美军一架行政专机秘密抵达台湾 当时媒体就爆出 飞机上载的是美军印太司令部的情报处处长斯蒂德曼 对于美军高层的身份第一时间被曝光 外传美方是很不满意的 还有消息称台安全部门高层也着手调查泄密管道 绿营民代上节目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是间接证实11月下旬 美方赴台专机上的人员身份吗 全台湾只有少数人知道 不代表我知道 陈伯伟极力澄清 但有民进党机民代在台立法机构表达关切 外传其实美方这边非常非常的表达一些抗议的态度 那到底这个讯息怎么泄露出去的 那以及后续的调查如何 是配合的办理 我们是不断公开 此事有泄密的可能 主要是专机抵台后 就有媒体报道 机上人员为美军印太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斯蒂德曼 例如路透社报道直接引述的两个消息来源 其中之一就点名是来自台湾的官员 会知道这件事情的人恐怕也不是小范围的人 是美国不喜欢他们对台湾的善意被拿来做政治操作 基本上国际政治的博弈 讲厉害 讲关系 当然有时候也要讲情谊 这个情谊就是彼此的默契跟合作的一个共识 那么特别是涉及到所谓的机密往来 不论它的业务内容为何 双方如果事前有默契 那事后就不能够作为大内宣之用 所以我想斯蒂德曼跟他所属的机构和美国的反应 其实意料中事了 也就是说如果双方事前大家有个默契 不论是任何业务商的往来 或者其他业务的进行 在之前都签了保密条款 但是却事后形成曝了光 爆了光 这个对当事人来说 尤其是美方当然会觉得 被拿来做大内宣的感觉 但问题是如果只是拿美方的高层 到台湾来访问 只做这个表面的工作的话 那外面就是粉饰太平的 台湾民主要看到的是 你执政之后在台湾这个地方 在民生乐利两岸方面 有没有长足的进步 有没有比以前做得更好 大家日子是不过得更好 那么日子能够过得更加的顺畅 这是重点 那如果只是透过美方的方式 把美方当作外在美来粉饰太平的话 那当然民众一开始觉得很惊艳 后来就变得很惊吓了 那因为不论是来访或等等 都需要许多的经费 包括这些所谓的军购在内 所以我想任何执政者都一样 特别是台湾这块政坛的区块里面 四年八年很快就会轮替 民众要检验的是 你在不在乎民众的健康 在不在乎民众的权益 以及民众知的权利 那美方在乎的是 你这个相关互动方面有没有诚信呢 那如果在台湾的执政单位 跟台湾的执政者 为了自己的大内宣 而对朋友做出一些 不守信用的事情 这个长久以来失去信用 恐怕会比他失去政权 会来得更加的可怕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主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 台湾媒体正炒作 美国会达成国防授权法案共识 称此举是有助于台湾提升防卫能力 以及促进所谓的 美台医疗安全伙伴关系可行性 回顾去年此时 美国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当中 也有多条内容是和台湾相关的 那么从这一年的时间线来看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地搅局 民进党当局一步一趋 这会给台湾人民和两岸关系带来什么呢 我们说当下台海的紧张局势的根源 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去勾连外部势力 那么这一年来我们看到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勾连外部势力 最后的结果 一方面是美国人越来越大的胃口 另外一方面是越来越不安全的台湾 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 美国人越来越大的胃口 我们看到这一年来 美国不断地在向台湾卖武器 对于每一个民众 男女老幼 对于每一个民众来说 这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到说 美国人的胃口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今年向美国 给台湾卖的武器 这个鱼雷其实2017年也卖过 2017年卖的时候 是540万美元一枚 到今年就变成了1000万美元一枚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在美国看来 给台湾卖武器 可以想卖多少卖多少 想卖什么卖什么 想卖多贵卖多贵 而台湾就只能是全部照单全收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叫做美国人越来越大的胃口 那第二个部分 是越来越不安全的台湾 我们看到整个台海局势 非常的紧张 已经让每个台湾民众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缺乏了安全感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之前9月份的时候 出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打一个雷 马上就有台湾民众上网去问 说是不是开战了 所以这说明 其实台湾民众 现在极度的缺乏安全感 我们也看到 在台湾的网络上 有很多台湾民众去讨论说 家里面得常备一个收音机 为什么呢 说一旦开战了之后 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跟外界唯一的联系 或者说获得这个信息 唯一的管道就是一个收音机 也有很多台湾民众讲 说家里得背一个纸质版的地图 因为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手机上的那个地图是用不了的 请问一下为什么台湾的民众 要在网上去讨论一些这样的事情 这说明台湾民众没有安全感 所以这一年当中 我们看到民党当局 不断地去勾连外部势力 最终得到的就是 美国人越来越大的胃口 和越来越不安全的台湾 从长远来看 美台无论怎么勾连 都难以阻挡两岸关系发展的 前进道路 也难以阻挡两岸统一的大势 好的 感谢于强先生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据台湾媒体报道 以疫情为背景的大陆儿童贵本 等爸爸回家 日前被台湾出版商看中 准备要引进 但是因为书本当中提及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等字样 遭到绿营人士指称 是在美化大陆疫情的 所谓大外宣 二号台湾文化主管部门 进一步发函给代理发行的出版社 要求禁止发行该书 民进党当局此举被批评 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 据报道 等爸爸回家 艺术内容是以孩童眼光为视角 讲述原本答应过年 要在家陪伴孩子的医生父亲 因新冠病毒来袭 必须站上第一线奋战的故事 而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怡军 日前却发文称 该书的大陆出版方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于2019年被列入 大陆红毒计划的战略伙伴 具有所谓对台统战的任务 民进党民意代表陈廷飞则宣称 等爸爸回家一书中 配有解放军运输机的插图 民进党当局应该 拒红毒计划于台湾之外 原本台北市各大图书馆 正准备引进该书 但经过绿营民代的 一番抹黑操作后 台北市立图书馆发表声明 称以暂缓采购 台文化主管部门二号称 以发函岛内代理发行的出版社 不得发行该书 除了我刚说过这些色情啊 暴力这些以外 政府不应该是来主导儿童的思想 是应该想这个方面 或是想那个方面 要让大家自由发展 但是如果今天换一个角度 是换成 比如说美国加油 日本加油 韩国加油 大家也会这样觉得吗 我觉得有的时候 不要太框框 台湾中国时报 对此发文指出 绿营民代连番炮轰 指该书为大陆 进行所谓大外宣 力道之大 恍如绿色恐怖 台湾中时电子报 也发表社评称 绿营此前一直配合美国 宣传所谓大陆 是疫情罪魁祸首等论调 现在又因寒瘦肉精美 主义提应对不力 酿成公信力危机 居然又拿负面操作 大陆疫情做文章 企图转移交点 国民党及新北市议员 叶元芝批评 民进党此前高举 所谓言论自由大起 如今又强迫不符合其立场的 童书下架 是大开民主倒车 根本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 这个孔孟思想里面说 侧隐之心跟赤子之心要人皆有之 那为什么讲赤子之心呢 就是同言无忌 同心纯真 童书是最纯净的一个文化教育的内容 除非它有一些暴力色情 或者是反社会人格的倾向 这些是例外 多数的童书都是劝人为善 也就是说你不要因为意识形态 而戴着有色眼镜去看这些童书 全世界的儿童所念的 除非是经过设计的政治社会化 否则童书都是最纯真的一种表现 特别是像等爸爸回家 这是个亲情的表示 在全世界都一样 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爸爸也都是一样的 那个赤子如木之情 不论你是体汉柔情 或者是严肃刚毅的父亲 在孩子面前 他拥有的是一个慈父的形象 横眉冷对切肤指 扶手甘为如子牛 这就是童书等爸爸回家 真正的精神所在 那如果因为他的出版所在是大陆 而对大陆有所偏见的话 其实就是不必要了 政治与人情和人性 应该是病情不悖的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管理人心 那如果这种如木之情 赤子之心 因为意识形态而受到扭曲的话 这就不是原本执政者应有的心态 简单地说 一个意识形态去扭曲人性的政治 这样的操作 真的能够获得 爸爸妈妈和小孩子 整个家族的认同吗 不然这个答案 近在不言中 所以我想 不要因为意识形态而扭曲的人性 那么政治是一时的 智子的童真与亲子的感情 是永远存在的 这是中华文化 长久以来给我们的教导 不是如此吗 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请教于强先生 智嫩纯真的绘本同书等爸爸回家 却被民进党指责为美化大陆疫情 或设对台统战 台文化部门还下令 从即刻起步的发行 那么请教您 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为什么敏感成这样了呢 这是否如国民党人士所称的 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呢 我们看到这件事情 民进党这些政治人物的发言 其实完全都是胡说八道 比如说 有一个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说 说这本童书上 画有解放军的飞机的图案 请问一下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真的以为说 这本书不让台湾民众看到了 台湾民众难道就看不到 解放军军机的这样的画面吗 我们看到说 台湾的媒体最近经常在报道 解放军的相关军机的新闻 其实都能够看到相关的画面呢 说实话 这个童书是什么 童书其实是通过 这个里面的故事呢 来教育小朋友 有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这本书 在教育的是哪方面呢 是在教育是小朋友说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需要挺身而出 需要无私奉献 请问这样的人生观 世界观和价值观 有什么错 请问难道台湾的小朋友 不需要在遇到情况的时候 挺身而出 无私奉献吗 那如果需要的话 请问你们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你们在阻挡什么 所以说白了 这一次当民进党政治人物 借这件事情大肆炒作 我想它的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目的是 我们知道其实从今年年初以来 民进党当局一直在借疫情呢 不断地去攻击大陆 所以这本书也是在讲的是 大陆如何抗击疫情的故事 所以民进党当局也是想借这本书 这样一个事件 其实继续他们从今年年初以来 不断地攻击大陆的 这样一个政治的操作 我想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 想要转移焦点 我们知道因为民进党当局 要进口美国的猪肉 其实现在在台湾社会 掀起了轩然大波 台湾社会的媒体 大家每天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而这个话题不断讨论的深入 就凸显了民进党当局 不顾台湾民众的健康 不顾台湾的食品安全 所以民进党当局 为了混淆视听 为了转移焦点 就会往外去扔新的话题 所以这一次 他们就把这样一个 同书的话题其实拿出来 其实最终的目的 还是想转移焦点 儿童的世界应该是五彩斑斓的 不应该被政治染绿 好的 感谢于强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据台湾亲律媒体报道 台湾防务部门4号晚间称 4号解放军一共有三架运巴军机 进入了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分别为运巴反潜机 运巴技术侦察机 运巴远程干扰机 台军老调重弹 立即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 并以防空导弹系统追踪监视 根据台防务部门 及时军事动态公开信息 解放军军机分别在12月1号 2号与4号进入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而据早前台湾亲律媒体自由时报 援引台湾西南空域粉丝专业统计 解放军军机12月 已经累计进入台湾周边空域4天 同时也是连续第8天出现 这与台防务部门公开的数据有所不同 我们再来关注 民进党当局宣布 明年元旦开放还有莱克多巴案 即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 引发了效应 已经冲击到台湾的猪肉产业 台湾72家猪肉进口商 在3号发布 维持不进口莱猪 及落实标示产地意向书声明 有业者透露 他们被莱猪议题搞得快要活不下去了 生意调了两成 还有绿营议员旺称 莱猪让穷人多一种选择 遭到岛内民主狂轰 若是产地标示 直进污染猪肉 站出来用口号宣示 这些人全都是台湾的猪肉进口商 3号来站台的商家 占全台猪肉进口业者的7成多 对于明年莱猪即将进入台湾 他们主动宣布拒绝 现在没人 要也没人 大家放心 放心去买豬肉吃豬肉 没我们这里都要吃豆腐 大探莱猪还没进来 现在进口猪肉的销量早已掉了两成 面对外界质疑 他们是否在帮民进党当局解套 业者很不满 业者说是为了自救 台行政机构随后也发声明说不会干涉 各间业者采取自主标示 你需要帮政府背书吗 我们没有帮他背书 我们是因为生意不好 另有台湾民间反瘦肉精毒株联盟表示 大众对莱猪风险存有高度疑虑 进口商宣布自主不进口 现见民间反弹力道极大 此一宣示是对民进党当局开放莱猪政策最大的否定 而高雄市民进党籍市议员黄明泰 为了捍卫莱猪 竟在高雄市议会上表示 莱猪可以给穷人多一个选择 也没有人强迫这些人要吃 此话一出 愤怒的台湾网友炮轰黄明泰脸书 不要再回说你看了全城的质询 看了一肚子火 真的是骗神骗鬼骗穷人 真高招啊 恭喜你成为民进党的猪队友 恭喜您正式成为党内汽油桶 因为您说出真话了 针对网友的反应 黄明泰并不承认失言 甚至还跟网友在脸书互杠起来 有网友指责 请问本议员是穷人还是有钱人 请说明 黄明泰回应 看了全城质询影带吗 还有网友表示 明年一定送你一只莱猪 祝福你吃好吃满 黄明泰也不甘示弱反击 麻烦送过来 我会好好吃完 感恩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来莫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是艾科竹 3号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召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会议 多国政要及高级别代表 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了会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会上批评某些国家排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实 并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指南 再次呼吁全球团结抗击新冠疫情 在开幕仪式上 代表们静离一分钟 想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人默哀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 在讲话中指出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造成了巨大冲击和破坏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 各国必须共同合作才能对抗疫情 他说当各国朝着各自方向努力的时候 病毒朝着所有方向扩散 古特雷斯批评某些国家 排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事实 并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防疫指南 他指出 虽然联合国已经将新冠疫苗 归类为公共产品 但目前全球资金仍有巨大缺口 古特雷斯表示 各国应该将疫情转危为机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出席新冠肺炎疫情问题特别连大 并发表题为 全球合作再动员 团结战役再出发的视频讲话 王毅表示 当前新一轮疫情袭来 全球疫情防控进入攻坚阶段 希望各方加强团结 扩大共识 携手合作再出发 王毅表示 中方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 采取了最全面 最严格 最彻底的疫情防控措施 建立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长期协调机制 中方还发起了新中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全球人道行动 开展了最大规模的云上抗疫交流活动 承担起全球抗疫物资 最大供应国的责任 中方正加快推进疫苗三期临床试验 研发完成并投入使用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做出贡献 就在联合国召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会议之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测 从现在到明年2月1号 美国可能会有多达15万至20万人 死于新冠肺炎 届时美国死于新冠肺炎的总人数 将达到40万至50万之间 对此美国专家表示 美国的疫情应对还是太迟了 如何有效防控新冠疫情 已成为美国下任总统 拜登最急迫的问题 拜登称他已经和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进行谈话 邀请福奇担任首席医疗顾问 以及新冠应对小组成员 并维持现有职位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 如果福奇说新冠疫苗是安全的 他相信福奇 他完全会计划在合适的时机 接种新冠疫苗 我可能最终会把疫苗 带到电视节目上或拍摄下来 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 我相信科学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腾建群先生 联合国大会3号召开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会议 这是联合国大会首次举行 新冠肺炎疫情的特别会议 请教您这对于全球抗疫 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联合国作为一个最广泛的国际组织 召开这种会议 我觉得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达成新的共识 加强团结合作 所以我们看到 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当中 也提到了相关的具体的安排 要求国际社会一定要摒弃各种狭隘的单边主义政策和思想 那么要团结起来 毕竟这种疫情这种疾病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挑战 它不单单是哪一个国家也不是哪一个人的面临的威胁 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开特别代表大会 应该说是加强国际合作 同时形成国际共识的一个重要关键时刻 因为一年来我们看到 特别是进入到今年冬季以来 北半球疫情又进入了新的一波蔓延的趋势 包括欧洲 包括美洲 那么在这样一个形势下 非常迫切的需要各方 特别是联合国这样一些组织 发挥它的协调作用 所以我个人感觉 此时此刻召开这样一个特别代表大会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会议 就是要加强方方面面的协调 发挥联合国这样一个多边机制 多边组织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出席了新冠肺炎疫情问题 联大特别会议并发表视频讲话 您分析中国在全球抗疫行动当中 正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从整个疫情爆发来说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强调以人为本 强调生命第一的这种防疫政策 迅速地控制了疫情在中国蔓延 那么也给国际社会争取了时间 同时呢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呢 也对有关国家的防疫抗疫呢 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包括提供一些防疫物资 包括提供医疗人员进行指导 同时呢中国政府呢也愿意 跟有关国家的共享 我们在防治新冠病毒方面的 一些具体成果 比方说我们这个武汉 疫情期间 当我们的解剖成果 展现出来之后 我们迅速地跟世卫组织 跟有关国家进行了共享 相关的信息 这就为有针对性的治疗 新冠疫情呢提供了重要的 这样一些这个信息和资源 那么从中国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一直倡导加强国际合作 其实这个也是不单保护中国 同时也保护其他国家的 一个重要的途径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 特别是美国呢 特别特朗普政府呢 采取一种拒绝合作 单边主义政策 其实这也是造成美国 现在疫情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 新冠主席的特别代表 国务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也讲了 我们向有关国家提供了 一定的这种支持 那么提出来一些的倡议 主要还是要帮助这些国家 尽快地控制疫情 那么最后呢战胜疫情呢 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所以中国在整个一个 抗疫情方面呢 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 中国的倡议 中国的行动 都代表了一个大国担当 和大国的作为 好的 谢谢滕建群先生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相关话题的讨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就美国防控新冠疫情的 相关话题 我们来继续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 美国仍然是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而且美国社会对于如何防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当选总统拜登也接连推出了防疫措施 您预判啊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的疫情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呢 从目前来看的话 美国的抗疫呢 其实已经被极端的政治化被撕裂了 而且在很多防疫政策上 比方说戴口罩 比方说保持社交距离 比方说居家令等方面呢 这个知识者表现出非常积极 那么反对者呢 也同样表现出非常激烈 主要还是两党这种对立 以及族群对立的具体表现 它不单单是一个抗击新冠疫情的问题 它更多的呢 还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斗争 那么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 首先他的防疫政策呢 是保证资本第一 所以他一直采取这种保证华尔街利益 保证资本的利益 这种这个防疫政策呢 忽视了对人民群众的保护 所以造成这样一个极其恶毒的 恶劣的这个影响 那么从第二方面来看的话 特朗普的防疫政策呢 就是要采取这种单边的政策 其实他希望呢 能够迅速地控制疫情 但是呢 他的这种单边政策 包括拒绝国际合作呢 导致了美国疫情现在的扩散 那么从拜登来看的话 当选总统拜登在这个 今年大选结果出来以后呢 马上提出了自己的四项 那个进入白宫之后的重要任务 首要任务呢 就是要抗击新冠疫情 而现在在10月初的时候 他也提出来一个有12个人组成的 由医生专家有科学家有政策顾问 组成这样一个抗疫领导小组 主要还是在当下迅速地接手 美国的防疫情况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美国的社会是撕裂的 美国的政治是对立的 那么对于反对民主党 反对拜登的人来说的话 对于居家令 对戴口罩这样一些具体的措施 或者是进行命令呢 肯定会制作网文 我觉得美国社会的现在失恋呢 它不单单要根除新冠病毒 更主要呢 还要根除政治病毒 好的 谢谢腾剑群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